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这个 我感觉到文字训练和叙事训练 就刚才讲了三个飞跃 实际上这个第二个飞跃 就涉及到一个叙事训练和文字训练的问题 就写小说 在第二个飞跃当中 从讲故事到写故事 实际上是涉及到两种训练 这两种训练相关但不相同 所以刚才葛老师也讲了 说写小说不要去过多地考虑你的语言文字 尤其是写初稿的时候 尤其是初写小说的时候 千万不要被语言的障碍所困惑所阻碍 就是说你先要把这个故事 这个叙事的训练 会讲好一个故事 然后怎么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所以我的一个想法呢 就是说这个 在具体的写作当中啊 恐怕这个 在故事的时候 就是实际上是在讲故事的时候 更多的我感觉到恐怕是从表层到深层的一个过程 就什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在设计一个故事的时候 偶尔是用一种理性的方式 将这个故事的情节 人物环境的一个菜单 是吧 然后考虑你要这个故事怎么讲 通过这个故事讲些什么 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 要用一些什么叙事的一些技巧 这是在构思的时候 是比较理性的 那么实际上当你的构思 已经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框架之后 要具体的写作的时候 当然我们讲这个写作当中 可能也会对构思有所修改 也就是创作意图啊 有修改 但是在写作的时候 我感觉到恐怕是 是从深层到表层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 你在写作的时候 首先考虑的不是语言文字的问题 首先是你要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氛围当中去 你勾勒的这个故事的框架 写的时候 你要进入到这个故事的 能 事 地点 拿进入进去来写 所以你脑袋里面所呈现的 不是语言文字实际上 或者说首先呈现的 而是我们讲文学概论的时候 讲到就文学形象 实际上是一种意象 在头脑里面形成的 那么这样你在写小说故事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的有一种 从故事出发 而不是从语言文字出发来写故事 这恐怕也是一种 我感觉到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种训练的方法 因为我们在初写的时候 往往写故事的时候 考虑语言文字考虑的非常多 这个字应该怎么写 甚至遇到一些比较冷片的字 那么你过多的考虑语言文字的时候呢 可能会把你的这个写作 这个故事会忘掉 因为我们讲这个写作的冲动 它就不是来源于语言文字 而是来源于它的叙事 你的故事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我讲这个在叙事学当中 讲到的这个讲述和展示 我们讲讲故事有两种方式来讲 一种叫做讲述 实际上就是讲一个故事 那么这种讲一个故事的方式呢 可以作者以自己的身份来讲故事 特别是第一人成的小说 这个我啊 它往往是代表作者本能 当然这个严格的讲 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作者 那么也可以从一个全知的一个叙述者 来讲一个故事 那么讲述呢 我们讲它更多的是 通过一个叙述者 来讲一个与它相关或不相关的故事 那么一般的来说呢 刚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 用讲述的方式来讲故事 比较容易 这个讲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故事 甚至以第一人成来讲这个故事 比较容易 那么第二种方法就是展示 那么展示这种方法呢 应该说比较难一些 就是它要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啊 完全是通过故事当中的人物 和事件本身的叙述来讲故事 也就是说你作者不能在小说当中 这个出现 这个出现 完全通过人物的对白 他的心理的独白 他与人的交谈 人物的行动的描写 环境的描写 来呈现一个故事 来呈现一个故事 那么关于讲述和展示呢 这个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 一个一个作者 他往往会同时的 或者交叉的使用这两种方式 有的时候他是讲故事的方式 在讲这个故事 但也有的时候呢 他用一种人物的角度 去去 或者是个环境的描写 来展现这个故事 展现这个故事 第四个问题呢 像这个教材当中讲到 这个小说写作 实际上首先所面临的是两个问题 写什么 或怎么写 这个写什么 实际上这个问题啊 我在这个书当中 就讲了几个方面 应该考虑的 这个写什么 主要还不是讲这个 具体的题材 你写一个小说 这个故事 一个什么样的题材的故事 而是说 你在选这个题材的时候 应该考虑的方面 考虑的方面 那么一个呢 我感觉到就是说 首先你要讲一个故事 你认为这个故事 是有叙事价值的 你想讲的故事 并且呢 你认为这个故事 讲了之后 这个不光是 讲了这个故事本身 而且能够通过这个故事 向读者 讲述自己对生活 和人生的一些看法 这个就是所谓的 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 我感觉这是 所谓一个小说的故事 它是否有价值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非常重要的方面 因为我们讲 讲故事 肯定不会 纯粹是为了讲一个故事 去写一个小说的 那是没有多大的价值的 总是希望 这个故事的 讲述的过程当中 表达写作者的一些 看法 想法 包括他的情感 那么第二个呢 我感觉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就是说 为什么要写 写记忆当中的故事 为什么要写 自己的故事 也就是说 在选故事的时候 首先那个故事 是能够感动你的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一个故事 不感动你的 你要去硬写 恐怕是写不好的 当然这个故事 感动你 当然你要在这个故事当中 要体验 要发现 要发现 甚至要虚构 使这个故事 能够在你写之前 你被打动 所以创作的冲动 写作的兴趣 恐怕 从具体写作的过程当中 选题材的过程当中来讲 能感动你的故事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那么在写什么的问题上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这个故事 你能够驾驭 有的故事尽管很好 但是你无法驾驭 这个故事 这个驾驭 实际上也涉及到一些语言文 涉及到你对这个故事的 熟悉与否 所以在选故事的时候 恐怕是要 也要考虑一个 是否能够驾驭 是否能够驾驭 那么在怎么写的问题上呢 这个 刚才实际上也是 涉及到了 就是说 我们讲小说写作的技巧 实际上是分两类 一个是叙事的技巧 也就是我之前讲的 讲故事的技巧 讲故事的技巧 和写作的技巧之间 相关上不相同 因为你会讲一个故事 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述 也可以用电影啊 电视啊 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表现 那么第二个就是 文体的技巧 就是具体用语言文字 来写故事的技巧 那么我刚才也说了 这种文体的技巧 实际上在具体写作的过程当中啊 它只是把你继续的 在过去的文学心脏 或甚至过去的写作 文学写作的这个 这个 继续的一些经验的基础上 被使用的 被使用的 那么这个 所以怎么写的问题啊 实际上这个涉及到一个 一个叙事技巧和 和那个那个文体的技巧 或者说一个书写的技巧 书写的技巧 那么讲这些内容呢 可能都比较空 我想呢 因为我们这个夏令营啊 接下去大家要写的 当然这个我们这次创意写作 刚才葛老师说了 是吧 不光是涉及到虚构类的 小说的写作 还涉及到这个 其他两种大类的 因为虚构类也是 欣赏类之一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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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材 就传统上大家都知道 小说写作三个要素 是吧 情节 人物 环境 那么我在编写这个 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呢 增加了后面两个要素 一个是视角 一个是声音 那么实际上因为 小说写作如果完整的来讲 恐怕还有第六个要素 就是节奏 那么我想呢 就是因为时间关系 就简单地讲一下一些 基本的 或者说是 也不能完全说是常识性的 应该说是一种技巧性的 在小说构思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 需要注意的方面 第一个呢 想讲一下情节 一些小说是讲故事 故事首先是由情节来 来编写的 那么在情节的设计上面 我感觉到至少有两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要考虑 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在设计这个故事的情节的时候 首先要有一个清单 就是你这个故事啊 涉及到的事件 就是这个事件 主要是情节性的事件 它和这个故事的情节的发展有关的 一些事件 列一个菜单 是吧 这个大家都会做 但问题在于什么呢 你列了这个菜单之后 你要考虑的是一个 这些事件之间的关系 所谓的结构 这在叙事学研究当中 实际上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既是一个写作舌件问题 也是一个小说研究的理论问题 大家可能都知道 俄国学者普洛普 在俄国童话故事研究当中 提出了这个小说的 它主要是童话故事的研究 的三十一种功能 列出了这个 上百个俄国童话故事的 这个事件的菜单 大体上有这么三十一种事件 实际上就是它称之为三十一种功能 那么有学者指出了 普洛普的研究之所以有问题 原因就在于 它仅仅是列出了事件的菜单 而没有去研究这些事件之间的结构关系 所以法国有一个搞叙事学的 这个学者 巴尼科 巴尼科在他的这个 这个虚构叙事中的时间的塑形 这个书当中非常好的提出了 并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认为啊 实际上小说的故事的这个设计啊 在形式上是一种系列 实际上就是事件的菜单 事件的菜单 那么在这个故事的结构上 是一种序列 实际上就是它的一种逻辑关系 我们大家都知道 英国作家这个 福斯特曾经讲 是吧 这个小说的故事和情节的区别 认为这个 他举了一句话 是吧 这个国王死了 不久皇后也死去 这是一个故事 也就是说在这个两句话当中 他只有事件的菜单 或者说这些事件之间的关系 则有时间上的关系 没有逻辑上的关系 是吧 后来福斯特说 这这句话修改 变成国王死了 不久皇后因伤心而死 这就成为一个情节 为什么成为一个情节 因为在国王之死和王后之死 这两个事件之间 不光是一种时间的系列 而且有一种逻辑的序列 也就是说一种逻辑的关系 所以福斯特把小说的情节的 这个这个界定为一种事件之间的 一种因果逻辑关系 这个我感觉非常重要 我们写小说的时候 尤其在撒基情节的时候 往往只注意这个小说故事的事件 或者是在这些事件的排列的时候啊 只注意它的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而忽视这些事件的内在的逻辑的关系 当然我们说逻辑的关系 不一定是因果关系 是吧 我们现在小说研究有什么重复啊 比较啊 象征啊 实际上都是事件 与事件之间的一种逻辑关系 这也回答了 我们为什么在写故事的时候 许多作者不喜欢 顺着故事的时间顺序来写 搞一些倒序啊 插序啊 这样的一种方式 实际上也是 为了使这些故事当中的事件 打乱它这个时间的序列 赋予它一个结构逻辑的序列 这个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很熟悉的 这个莫波桑的这个小说 这个项链 项链小说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部小说 它的故事的世界 主要就是戒项链 丢项链和赔项链 如果从核心的世界来讲 小说也完全是从戒 丢 赔 三个序列来讲的 但是呢 我们说在这三个序列当中 实际上小说 它是有逻辑结构的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首先就是戒 丢 赔 有因果关联 有因果关联 所以讲这个话的意思呢 实际上就我们在情节设计的时候 一个是要事件 情节性的这个事件的菜单 第二个 你在考虑这些菜单设计的时候 你要找到它的逻辑性 事件和事件之间 怎么串联起来 在故事当中 它是怎么串联的 就是在你虚构的那个故事当中 怎么串联的 串联起来的 你写的时候 是否要改变故事当中 这些事件已有的这种关系 因为我们讲生活当中 有些事件也有因果关系的 也有一种逻辑关系的 那么你在写的小 写小说的时候 要考虑的是 怎么来编排 那么第二个 讲这个情节设计的时候呢 这也是因为 格老师这个最近搞这个 这个前几年搞这个 提出创意写作 到美国进了一些教材 我是读了美国的这个创意写作 这个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 受到了启发 其中有一个教材 是美国学者 克里夫他的这些写作 这些虚构 Immediate Fiction 当中讲的 他说这个小说的写作 这个故事当中啊 从形式上来讲 有三个核心的要素 一个是冲突 一个是行动 第三个是行动的这个结果 或者说解答 或者不解答的一个结果 那么在这三个要素当中呢 他强调了这个冲突的要素 冲突的要素 这个就是冲突等于欲望加阻碍 所以我们这个学生在开始写小说的时候 比较少的去会从这个人物的欲望去设计情节 也就是说 其组合这些情节性事件的逻辑关系 逻辑关系 那么我在这个讲课的时候 也讲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摩扑桑的这个项链 他这个这个 实际上这个小说啊 他找到了一个 小说的叙事的动力 那这个就是小说主人公 这个女主人公 马蒂尔的夫人 她的一种欲望 大家如果仔细去看那个项链的话 你会发现在小说故事 开始之前 摩扑桑用了比较多的篇份 好几个自然段 来介绍马蒂尔的 这个人 他的过去 他的生活观 他嫁给了他的丈夫之后的一些想法 这些内容实际上从 从一个讲故事的角度来讲 或者从这个 故事的情节角度来讲 都是不重要的 或者没有 在情节这个线索上来讲 没有这些关系的 完全可以删除的 但是作家之所以在前面 写那么多的篇幅 写马蒂尔的夫人的 一种 实际上是人物的生活欲望 这种欲望 你读了之后发现 就是说 这个女主人公啊 长得非常漂亮 但是呢 嫁给了一个 这个小科员 这个婚后的生活呢 对她来讲不容易 所以她有一种 我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说 一方面她是作为一个女性嘛 她爱美 但是这种最美的一种 羡慕 向往 像在作者前面的叙述的过程当中 被引到了一种虚荣 这个虚荣就表现在 她希望自己能够穿非常漂亮的衣服 让其他的男性来羡慕她 就是她的这个爱美是为了 外人的一种占预 而不是自己本人的需要 所以她有一种虚荣 那么正是这种 爱美虚荣这样一种欲望 我们讲构成了这个小说的叙事动力 她为什么要去借项链 就是这种欲望 借项链之后 怎么会丢项链的 就是因为她在一个晚上的 这个教育部长家里的这个 这个晚会上 这个舞会上很得意 得意忘形 把项链丢了 实际上也是从逻辑上来讲 这种欲望的这种 一种结果 至于裴项链当然也是 她这种欲望 这个爱美虚荣欲望的一种代价 那一种代价 所以我们讲一部好的小说 在设计情节的时候 是要考虑这个 情节当中的一些主要事件 以及这些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 那么这些逻辑关系 在设计的时候呢 要从人物 特别是从小说人物的 这个这个欲望 和这些欲望 在小说故事当中的实现 或者是遇到阻碍 来讲一个故事 那么这样的读者实际上 就会跟着人物的欲望 引发一种阅读故事的兴趣 感谢观看